這又是直播前所未有的挑戰 我總是喜歡創新 你在水裡拉伸啊 水裡拉伸嗎 哇好酷喔 欸我跟你說真的 有水裡運動水裡拉伸 也是很很很好的一種運動 很棒 我跟你講 很多人講說劉教練為什麼 能夠在這個當中 每一檔大型的綜藝節目減肥 都是找他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各樣的環境我都訓練過了 你回溯看一下 我大概在七八年前就在泳池 幫所有人訓練 在沙灘幫人家訓練 在海邊幫人家訓練 在各個場景 我都在那一百公斤以上 幫他們訓練跟完成減肥的任務 所以各位 跟著我就沒錯了 所以為什麼劉教練 做各一大節目都要找我 當時講老實話我也沒多火 而且錢也比一般教練貴 他們也曾經試過別的教練 最後你看到了那個節目了嗎 沒有看到對不對 為什麼呢 因為沒有成功 某某台也想說 欸他在央視做 那我們就在水果台做嘛 做了之後發現 最後沒有成功減肥 找了一些也是長得像張公 這樣子帥帥的教練來教 你以為我是靠帥嗎 因為大家誤解了 以為我是靠外型 站到這個區域的 其實不是 我完全靠的是才能 外型 大家不會願意找一個更年輕 二十多歲的來帶 是不是更好 他們就找了一個更年輕的 然後還有一個 你都年歲半百還找你幹嘛 那時候我還沒有半百 欸你覺得嗎